好 休息 好 休息 好 可以嗎 冷受得了 舒服嗎 舒服 舒服 嗓音都出來了 坐在床邊 好 把它抵住它的肩胛骨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嗎 可以 然後等一下讓它的 整個背往後靠 對 好 讓它抵住之後 把它的手撈起來 對 那我們就是讓它的 手臂跟這個胸呈現90度 好 那我們抵住它的關節 然後請它吸氣 然後吐氣的時候 就往下壓 好痠 它都沒頭了 好痠 它很痠 對 然後就停在一個深度 你要是不舒服可以喊出來 那是個壓力的地方 你叫叫看 好痠 我的痠 真的很痠耶 你剛好加壓耶 對 我有加壓 這個非常舒服 你要試試看嗎 好 來 好 來 右腳 右腳跨上去 對 讓它整個背靠近 我的大腿 可以 好 來 撐住 然後請它吸氣 吐氣的時候往下加壓 好 鬆心 好 吐氣 好 可以嗎 人受得了 舒服嗎 舒服 舒服 舒服啊 還有別的嗎 有 好 好 那你幫我趴著 這樣 不是 我不是這種 對 不是 來 我們現在把它的整個手往上 好 往後背 這個也好痛喔 對 然後一樣喔 我們把膝蓋撐住 好 撐住的時候 因為手往後背肩胛骨這邊就會跑出來 對 好 跑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雙手加壓在肩胛骨的縫縫 好 我們就身體加壓 停留這樣就可以了 它這樣就會很舒服 那如果要再加強板的話 我們就是稍微做 對 對 來 你試試 好 手往後背 這樣子 對 先往後背起來 對 好 撐住 撐著 雙手找到它的肩胛骨縫縫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沒感覺 沒感覺 好 那我教你 好 先把它凹過來一點 不用 整隻手凹到這裡 要跟你有仇是不是 好 我們就直接用手抬就好了 然後我們直接用手 直接加壓這樣 用這個 這樣比較舒服 用手肘 對 用手肘 好 來喔 這邊嗎 窩窩 對 窩窩 是用這個點還是用這一面 用這個 用這個點 這個平的 好 阿嬤剛化了 他剛剛怎麼讓你碰 你就讓他碰 他剛剛 有 報仇 好 會受傷了嗎 對 人家是神手 舒緩 舒緩 好喔 那這就是剛剛老師教我們的 兩招放鬆的方式 就是如果身邊的人 父母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另外一半 爸爸媽媽 對 所以學到這招可以貼心的幫 自己的親朋好友 按個膜 舒緩一下 每天的壓力 可以啦 你可以起來了 我覺得舒服一點了 才一點喔 因為還有另外一點 對 妳看喔 現在 對 斜斜的 一邊而已 我們就只坐一邊 這邊很凶 這邊很緊 像我們很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找按摩師 對 然後通常也就只有緩解 一時半刻而已 可能一個晚上 就舒服那一下 可是隔天之後 妳又跳個球賽什麼 就又回來了 就是跟我們平常按的模式 真的不一樣 對 因為像一般上班族 已經算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其實全身都會緊繃到 除了緊繃到之外 其實上班族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會維持 同一個動作很久 對 酒站或酒坐都是 不管什麼 各行各業 都一定有妳辛苦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適當的伸展 其實對身體也是一個傷害 對 除了來這邊之外 大家也可以就是 喝足夠的水 然後做做伸展 瑜伽 這是對妳是有幫助的 是的 然後定期來這邊 做這個運動之後的那個 修復 我覺得蠻好的 對 筋膜什麼的都鬆一鬆 讚 讚 那我還插一邊 我們兩個現在都挖一邊 我現在都插一邊 沒辦法伸直另外一腳 好 那我們就繼續 把另外一邊也修復完了 再見了 拜拜